就是说他这个第几列的意思 第几列因为现在是总共有9列 所以他现在目前显示9 可是我现在希望把它跳到 这个第二列 就是空白的第一列 所以我必须怎么样呢 把那个2指定给他 那接下来的话 把answer answer就是答案 结果的这个答案 把它先给他一个空字串 也就是说先给他东西变成没有 那这里主要就是避免说 里面本来已经有资料了的这个错误 当然你这一行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也不会产生错误 可能也不会产生错误 我们是避免错误才加这一行 那再来的话要决定什么呢 我们要先判断说 他的op 这个op就是说 他是加减乘除的哪一种 那要判断说 加减乘除哪一种的话呢 其实有两种方式判断 一个是if else 可是if else 总共有两种方 两种嘛 if else 两种 那其实 我之前是没有讲过啦 其实if也可以什么呢 四种也没有关系 你第一个是if 第二个是 这个叫做 else if 第三个也叫else if 第四个叫else 然后and if也可以 比如说这边的话呢 甚至你可以改写 改写成什么呢 这边你可以 if 写在这里 if 然后 什么什么 then if 什么什么条件嘛 if op 要给他一个条件 等于 如果是加的话 如果是 then怎么样 有没有 那第二个条件什么呢 叫做else if 就是第二个条件 else if什么呢 op 等于 加减 减好了 然后再then 然后要做什么事 有没有 那第三个条件 跟这个一样 那所以把它copy过来 变成加减 成 如果是成的话 是什么 那最后的话 就是else if 就else就好了 然后呢 and if 这样就好了 那这样的结果 就是有四种可能 一二三四 最后一个不用 因为最后一个 一定是除的嘛 所以就不需要了 那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就把这个结果 放在这里面就好了 这个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是叫做select case select case的话 就是select case开头 然后呢 这个case后面加的就是 你要去判断的一个条件 叫做op 那如果说case 这个case 这等于的话 你就不用加等于 空一格就好了 加 那你就做什么事情 减的话做什么事情 乘做什么事情 除做什么事情 那其实如果说 这个上面要做的话 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做的 结果都是会一模一样就对了 有没有 这个是第四种 那上面跟下面的这个程式 执行之后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到时候呢 反正这个有的时候是自己习惯问题的 你也可以用select case 你也可以用if的方式 所以甚至有的人 他根本不会select case 他也可以写程式 为什么呢 因为用if就可以搞定一切了 为什么还要在学select case呢 对啊 你一直alsif alsif不就等于select case吗 对啊 那只是说select case 它感觉起来是比较有逻辑性 比较有逻辑性 只是说有的时候多学一种东西 当然就多一点负担 只是说这两个结果都一样 我是在这边让大家可以做比较 当然比较正统是用select case会比较好 因为if的话 大部分是用在两种判 两种三种 最多三种判断 那如果三种以上 最好是用select case 那假如说呢 这个地方是成 我们来看 有没有他就跳到成 他第一个 他会判断 是不是这个 不是 是不是这个 不是 是不是这个 是 就跳进来了 就跳进来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呢 那根据这个成的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看那个22页那个表格 其实就是这个表 22页的表格 有没有 这边 他叫做成嘛 所以就是按照这个成的公式 他的公式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呢 这个表格是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表格的表格